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世界杯1%决赛已经开始打响,在葡萄牙与乌拉圭的较量中,最终乌拉圭笑到了最后,葡萄牙遗憾淘汰,C罗本世界杯之旅,也没有遗憾就此结束, 不过就在近日,意大利著名媒体独林体预报透露,C罗在结束世界杯后,很快投入了今夏转会的工作之中,而C罗对于黄马提出的续约条件,已经果断拒绝,很可能转投一甲油文图丝,媒体还透露,因为此前,C罗的预期是续约后的年薪,达到4000万欧税后,但黄马最终只愿意最多为3000万欧元,等于加多了900万欧, 不过,C罗则认为,这个价格是黄马的不尊重和对自己价值的否认,在本赛季欧冠的四分之一决赛中,黄马正式对阵游文图丝,C罗的表现堪称惊艳,在客场打进一季惊天道挂爱,又在主场打进晋级的关键点球,游文高层看在眼里,随着黄马与C罗的关系恶化,游文也试图接管 C罗新的赛季征程,尽管C罗已经是33岁职业足球高龄,但游文一向有培养老将换发第二春的能力,事实上,C罗的竞技状态来看, 33岁的年龄有着23岁的身体,对于义甲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媒体还透露了细节,表示游文图丝已经和C罗经纪人文德斯进行了接触,游文很渴望得到这位与梅西并肩的C罗,值得一提的是,外界称C罗的违约金已经下降到了1.21欧,而这个价位也恰恰,在游文图丝的承受范围之内,若C罗加盟游文属实, 那么,一甲赛场将更加火爆,也有可能带领游文撼动欧冠黄马